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吉达州的州务大臣Sanusi 最近吉达州那边水灾非常的严重 然后他也刚刚宣布了 所有的水灾户都可以拿到一千块的援助 他给水灾户援助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无可无非 但是他后面讲的那句话 就值得我们思考一下 他后面就讲了 这个是上场的考验 他盼望这些水灾户们可以多多祈祷 OK 在我开始讲这一个新闻之前 我先提醒一下大家 尤其是我的同行YouTuber们 每次遇到这种题材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你稍一不小心 你就会很容易把这一个课题 讲成嘲笑、污辱、讽刺他人宗教这个方向去 OK 要非常小心处理这样的课题 所以呢 必须要先打一个一方神就是呢 我们从头到尾呢 我们都没有嘲笑、讽刺、污辱、其他宗教的意图 完全没有 OK 我们有嘲笑 我们也只是会嘲笑这一个回教党 我们也只是会嘲笑这个sanoci 至于回教跟我们是绝对互不侵犯的 OK 好 so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了 现在sanoci呢 说呢 现在水灾 大家都水灾 这种事情大家都不想呢 就当作是上场给你们的考验 然后呢 盼望你们可以多多祈祷 OK 站在理性的角度呢 我是认为 你要说这是上场的考验 其实也是没有错的 我们人生在世呢 遇到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麻烦 都是天注定 你可以把它解除成是上场的考验都可以 我们今天早一水灾也是上场的考验 OK 但是呢 上场考验了我们过后 然后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Sanoci说我们应该多多祈祷 其实也没有错的 因为我们不可以置于上场的力量 所以我们多多祈祷也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我们应该要再想多一点 就是除了祈祷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OK 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了 这个是上场给予我们的考验 这样呢 考验了我们 我们不可以什么都不做嘛 我们总要做一些事情 然后呢 可预防下一次考验再来的时候 我们比较站得住脚 我们比较不会手忙脚乱嘛 是不是 OK 我们不需要侮辱他人的宗教 我们也不需要质疑他人的上场 我们就说 OK 这是上场的考验 没有错 然后呢 多多祈祷也没有错 但是除了这个我们能做些什么 除了祈祷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东西 来亡羊补牢 然后呢 下一次上场再来考验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呢就不会这么兵荒马乱了 OK 我讲到这里我觉得很好笑啊 但是没有办法 OK 现在行走江湖啊 非常的困难了 我告诉你 好 好 so 在这里了 我建议一下了 Sanoci 你说 这是上场的考验 你说 要多多祈祷 没有错了 你的宗教 你的上场我没有办法质疑 嘲讽 也没有办法侮辱什么之类的 OK so 我是建议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呢 Sanoci 你不妨啊 设立一个水灾研究委员会 是真正的研究 OK 这一次救灾你肯定是要做过去了 但是 这个水灾过了过后呢 你真的要设立一个水灾研究委员会 然后研究 现在几打洲的水灾 到底哪里出现问题 是 这些水是从山上滚下来的 还是从海水倒灌的 OK 各种可能都有啦 通常是因为下雨从山上滚下来 通常是因为森林被砍发的太够力 然后没有植被锁住那些水 结果那水就全部倒下来 通常是这个原因啦 不然就是你的这个水力系统不好 那个水排不出去 各种各样的可能 OK 所以去研究咯 去研究出来这些问题 当你很科学的方式找出来这些问题了过后 然后你的这个研究委员会 就要完成研究工作咯 就要去进行下一步工作 就是呢 预防水灾委员会咯 你要成立这个预防水灾委员会 然后呢就根据你的研究报告 一个一个来对阵下药 好 OK 然后 呃 什么龙沟 什么河 塞掉了 去捅掉了 哪一个山 bottock掉了 啊 去把树种回去 啊 阻止砍伐 啊 然后 还有什么应该做的 啊 比如说这个河堤呢 已经崩溃掉了 啊去修回啦 啊 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可以做的 啊 这些全部都是上苍要考验来的 啊 上苍就是提醒你这些东西你要做好来 哈哈 OK 然后 啊 祈祷还是要祈祷的 但是祈祷以外你还能做更多的东西 啊 所以 总的来说 啊 你身为一个州的老大 一个州的州务大臣 啊 你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要向你 千千万万的几大州子民负责 啊 ok so 有时候 啊 你说这是上场的考验 你说需要多多的祈祷 没有错的 啊 他人宗教是绝对深深不可侵犯的 啊 但是 也可以顺便想一下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呢 啊 还可以 啊 做更多努力的 啊 ok 然后 最后的最后就是呢 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一个回教党 啊 这个国家如果交给回教党去治理的话 会不会以后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麻烦事 然后都说一句上场的考验 啊 希望你们可以多多祈祷 然后问题就迎刃而解 啊 ok so 我们不质疑你们的上场 啊 但是 我只是质疑 你们除了祈祷 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的吗 啊 ok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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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